向你请讲规则 这一回合同时作答 AB两个选项 答对的话累计奖金 答错的话这一轮淘汰 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 可以把账户的钱 全部灌入自己的奖金库里 第一轮请出题 请作答 黑水沟就是台湾海峡 对 那如果唐山过来这边 其实以前的台湾海峡很危险 很危险啊 对不对 所以要登陆战也要花出一点心事 对 保佑渔民年年丰收是后期 对 对 后期大家去拜一拜说 他会保佑渔民啊 感觉什么都能拜他 你知道全台湾最多庙宇 就是妈祖 应该比土地公庙少一点而已 对 土地公庙 因为土地公庙很小嘛 每一区都有这样 里长啦 里长 里长 他就不算了 里丁辈 但是统计下来 这个玩意还有官邸 那客家人拜的就是三三国王 三三国王 五谷地 五五大地 就是种稻米的 就是神有区别的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的答案是 保佑鲜民横渡黑水沟 其实妈祖被奉为海上女神 只是一开始是福建沿海地带 渔民的守护神 自从汉人大量来台之后 改念妈祖保佑他们平安渡过黑水沟 妈祖逐渐成为台湾人心目中的海神 而且大家在台湾陆地生根之后 他的辖区就从海上移到陆地 他各种任务都有 不管你生病了要求他 农田缺水也拜托他 所以来到台湾 他几乎成了全能的女神 任务特别多嘛 闭路燃鱼已起三菱 来 五千 马上就五千了 下位题请出题 特斯拉除了卖车之外 还有一个最强副业 2023年赚近540亿 请问是什么 A.Logo版权 B.汉权 请作答 教授 博士 你怎么选择Logo版权 因为特斯拉感觉很酷 540亿 有一个T翻来感觉很酷 我认为一定试探权 因为我觉得不会是A 是因为特斯拉它的名气这么大 那它会很保护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如果你叫做特斯拉的 无论是吃的用的穿的或开的 一定要有我们像特斯拉这个名声 这么的可靠 它是不会随便卖版 那个品牌的版权 正确答案是 B.探权 因为呢为了做到简单简单 美国的政府就纷纷提供探权交易 给这个政策的诱因 让各家厂商呢 开始考虑生产电动车 或是新能源的车辆 那对于那些生产高油耗啊 高软的车辆车厂来说 你必须要特别买探权 你才可以符合你的政府的环保政策 这样讲起来是保护费 对啊就是那个概念 但是特斯拉你想想看 它只生产电动车嘛 它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到它的探权 可是它还是有一些探权在身上 它就把这些探权 转卖给那些探权额度不够的车厂 变成它收入540亿 就是政府的这些 各国的政府的政策得利了它 对不对 不然根本是 别吊它 不是 来 请 博士请他们坐 跟那个老师 请加三千 下面一题请出题 胖也是一种罪 请问 在哪个国家过胖居然是违法的 你所在的公司可能会因此被罚款 A 北韩 B 日本 请做答 怎么会选日本 有人选日本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A有点太理所当然了 所以我就选一个B 感觉听起来不太可能的 那相铺了怎么办 那它可能有一些特权 因为相铺在日本它有一个 我觉得它有一个尊贵的不同的地位 对 那如果是A的话 我认为它可能不 它不会罚你 它直接让你人间登出 好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你很有逻辑也棒 没有什么罚你 你就是一个在北韩不应该存在的 外出 对而且北韩它自己的总统也是 好像也不是 没有 它有减肥了 你稍微讲话注意点 好 我们这个节目在北韩也播出好 好 快消失 小心小姐快消失 正确的答案是 B 日本 这是日本 其实日本政府有直接民文规定 政府机关跟私人企业 你每年都必须要量40岁到74岁员工的腰围 男生不能超过90公分 那我在那边罚了一辈子 你是不是没有吧 以前都罚了一辈子 对对对 女生不能超过80公分 如果超过的话 就必须有医生 营养师面谈 而且强迫你接受饮食的调养 你讲这个调养 是企业嘛 一般老百姓不管 不用不用 我不在你上班就不受你规范 但是就是为了全民的健康 所以他就是要求企业跟政府机关这样 然后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我配一些专业的人 让你运动 营养师 然后我半年之后 我再来看你的成果 如果你一直检查 比例不合格的话 你这个企业就要被罚款 据说最高可以罚到几亿元新台币 其实他们这样做是没错 因为健康也是要逼嘛 来 请 请去那边坐 你想到后台坐也可以 请增加2千 下面一题请出题 早期网路小说《爱尔兰咖啡》 描述一个爱情故事 请问真实的爱尔兰咖啡 是因为什么而发明的 A 给爱人一个特条 B 不想浪费咖啡豆 请作答A 或B 马上分胜负了 对 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 爱人 那选择 圆圆你选择是 不想浪费咖啡豆 我认为 无论如何咖啡这个东西 你还是要考量到经济效益 如果有多出来的咖啡豆 我们不要浪费 所以就做出了爱人咖啡豆 然后Maybe 他给他灌上了一个浪漫的故事 是给爱人的一个特条 但是他其实目的是 我们不要浪费咖啡豆 子昀呢 因为这是我同事写的 我知道 你同事写的 我知道 没有啦 就是我们同 一样都写网路小说的 它是猜质很写的 给爱人一个特条 对 因为他是六种咖啡 对 对 他很注重感情 有好多咖啡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答案是 B 不想浪费咖啡豆 他的背景是在1940左右 那时候二战沸沸扬扬 然后Michael Nugent 发现他在地窖囤放的一批 咖啡豆已经过期了 然后有一点点刺鼻难闻 可是他不想浪费 那个时候又在打仗 很珍贵 对啊 这个资源如何的珍贵 所以他想要怎么掩盖那个臭味 所以他在咖啡里面加入了 威士忌 然后再在饮料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鲜奶油 然后这些东西来掩盖怪味 然后他还发挥他的生意人头脑 把他们取名为爱尔兰咖啡 那这个名字呢 刚推出的时候 人们就觉得 哇 飘浮上来的鲜奶油 这是我们爱尔兰咖啡 好有趣 然后许多都柏林人啊 当年都喝过 太棒了 一万一 请输入远远的账户 哇 你们现在知道怎么玩了吧 这才第一轮 总共三轮 你看他马上就两万一领先群 来 请回来 还是有机会的 大家 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第一题 请出题 现代数位转型 纸钞越来越少派上用场 但请问 人类最早用纸钞买卖的记录 是出现在哪个国家 A 中国 B 英国 请作答 好 请说 我觉得中国比较喜欢换东西 不会用纸 所以你选择英国就对了 对 好 那选择中国的 最早发明纸 除了当阴间的金纸用之外 也可以在阳间用一下 我是这样猜的 正确答案是 A 中国 其实是在西元大概十世纪那时候 是北宋的初期 那四川的商人呢 他们共同发行一种所谓的胶子 就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纸币的记录 那真正18世纪英国中央银行 才发行了标准化面额的银行券 那个时候是现代纸币的流通 那早期的纸币呢 按照你的面额 可以用它来换黄金啊白银啊 所以它的发行数量呢 当时还是有限的 一直到1930年呢 各国政府透过政府国家的力量 国家的权威跟信用 才开始正式的硬制纸巢 或者是著作硬币 来 两位 请休息一下 想不到是中国 刚刚最厉害的两个人 去休息吧 请加3000 下面一题 请出题 吵架时越大声才能占上风 根据研究指出 吵架时大声的原因是什么 A 缺乏自信 B 意志坚定 请作答 这个如果写意志坚定 大概越吵越大声了 对 对 当然是没有自信才会吵 对不对 因为吵着 骂着骂着就有点开始怀疑自己 然后就想说不然再大声一点好了 然后坚定自己 然后演示自己 对 帮自己打气的感觉 来 请公布正确解答 正确的答案是 A 缺乏自信 其实刚来的大学呢 组织行为学有做这个研究 自己跟别人吵架的时候 会不自觉提高声量 其实是因为你缺乏自信 可是又想要让人家 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所以有点像帮自己打气说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说的就是对的 就怕别人不听 所以就越讲越大声 然后提高声量 来说服别人跟自己 对 而且常常吵到最后 你 你 你怎么样 你不知道要讲什么 对 来 请加三千 好 谢谢 谢谢 下面题 请出题 自由恋爱居然早就盛行 请问 中国哪个朝代曾经规定 未婚男女必须外出约会 否则就会受罚 A 未进南北朝 B 春秋战国 请作答 太难了吧 真的 真的 对 葛同 有机会脱颖而出 真的假的 没有人跟我选一样 对 你一个人选 可是我们以前看戏 未进南北朝 不是跟唐朝很像 很接近 那时候人都会穿很少 没有 比较开放 就很像现在抖音里面 没有 就好像 很像会感觉 也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出去 就是 约会玩一玩 认识病 那选择B呢 来 老师 因为我想的是 就是那时候儒家思想 可能比较盛行 对 那比较讲究一些 就是这样子的规定 正确答案是 B 春秋战国 其实呢 农历三月三相传是 福西市跟女娃交合的日子 那这一天呢 被称为上四节 又称女儿节 这一天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 不但要祭祀神灵 祈求获得更多的指示 还要付诸行动 要赶快出去愉快的约会 你要有指示就一定要有行动 没错 而且如果你约会成功的话 甚至国家会赐于你土地 那如果你不愿意出外约会的话 你会受到惩罚 国家规定 不是赐于土地 约会成功的话 不是赐床啊 赐什么 赐土地 可以啊 意象 要成功 大地为床 仓虫为名 哎呀 好 来 请休息一下 好 两位 加两千 八千 来 下面一题 请出题 卡夫卡是20世纪重要的作家 请问 从他的作品衍生出来的卡夫卡式是指什么 A 无限轮回的困境 B 飘渺虚无的理想 请坐 无限轮回的困境吗 不是 因为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叫城堡 它进了城堡之后就封闭式的 然后在里面不停地遇到各种困境出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轮回的困境吧 正确的答案是 A 无限轮回的困境 说到地狱般无限轮回的困境 时常会有人说卡夫卡式 卡斯卡 来形容 那这一词呢 就是他的作品延伸出来的 定义是超现实跟噩梦般的荒谬 怪奇跟超展开 而且走不出来 非常贴近生活的解释 代表你如果不必要的复杂 跟沮丧的经验 就像进入官僚体制 你受迫 可是你又走不出来 绕好多千才解决 或是你投入过多的情绪 看待人世 来 下两件 为什么讲话像图痰 要图痰的感觉 他们就是这样 如果人就是 来 请出题 沙文主义一词的起源 出自于拿破仑的手下 请问沙文主义 主要是讽刺他哪一种激进行为 A 大男人 B 爱国 请做答 怎么博士你会选爱国 因为我觉得他的手下 应该不知道 兰霍伦是不是大男人吧 他的妻妾可能比较知道 他是不是大男人 除非有影情 除非另有影情 可是很多电影都在 你是杀猪喔 对 可是他是演进的吧 演进之后才叫杀猪 就是你大男人主义 才叫杀猪嘛 有没有 电影上次这样演 对 我也是想到杀猪 所以我选大男人 正确答案是 逼爱国 为什么叫沙文主义呢 其实拿破仑有个士兵 叫做尼古拉沙文 然后这个士兵 狂热的崇拜他的主子 拿破仑征服其他国家跟民族 他觉得这些政策太棒了 所以呢 法国有个戏剧叫做三色冒灰 就讽刺说这个士兵的这种情绪 把他这个过分爱国的心态 定义为沙族主义 代表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 那女权团体之后才延伸成 男性沙文主义 这个1万1呢 请贯入博士的账户 有1万4 博士追上来了 你看喔 你这一轮 超前 这是第二轮 你已经居冠军 Battle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ATM 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 whoo ắ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